怀有生孕的王梅雪原是家庭主妇 丈夫今年1月不幸遇害 为了孩子 他通过网上直播售卖育儿用品 坚强撑起一头家 他生了两个孩子 目前一个入睡 一个三个choice 所以现在的王育落目前是十个月 所以他就在6月5月 全都东西都是还需要我帮忙 比较不能自律 这个会比较担忧 目前因为是靠近要生产的人 尽管难过 悲伤 但日子还要继续过 如今除了肩负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也要肩负着家中经济支柱的责任 一直都已经照顾了之后 一直在想要什么样子 然后想来想去就觉得 我可以试试看多我 这样我可以清楚到 照顾自己的孩子 也可以照顾一些手艺 有时有告诉他们 爸爸是遇到坏人了 回不来了 跟他们解释是这样的情形 然后就告诉他们 好像有时他们会想要爸爸 就跟他们讲爸爸已经是变成星星 然后因为那时发生事情的时候 是靠近新年期间 就是晚上的时候 就会带他们在车房那里玩烟花 然后看星星 就会指助天上星星 那个比较最亮的星星 告诉他这个是你的爸爸 然后小孩子他们很天真 他们不是相信啦 信以为真 他们就会做星星对话啦 顾虽的话就是因为一堆两个要去生了嘛 就是会比较担心啦 可能生产的那几天 孩子需要人照顾啦 最少自然生的话也是要一个一羊 一天到两天需要住院啦 就是可以担心咯 然后我不在 然后爸爸又不在 孩子要什么不断 走出来应该是很难啦 开这么短的时间 想起的时候还是会难过 因为 毕竟是一块一半嘛 然后 都这么年轻 就这样子突然 另外去世啊 没有想 没有想过啦 会发生到某个事情 还是很难接受啦 虽然是想要 命归啦 要接受啦 但是想起的时候还是难过啦 一些事情能让自己难起来啦 因为 你的空就会 自己想起啦 不是想可以去想 不是很自然的 会想起 就会难过啦 嗯